现在我们需要把牦牛赶上山 不然的话他们到那边的话 我们就麻烦了 能看得到吗 这边还有那边 全部都是牦牛 为什么一直说我们的牦牛是吃虫草 和山雪雪的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虫草就是被我们的牦牛吃掉了 本来是尖尖的嘛 然后它是这个样子 看到没有 我们现在把它挖开看一下 看有多大 这个不错 它里面不是有个白色的吗 这个就是保护膜 然后今天给大家讲 我们这边的虫草的特征吧 今天的虫草的话 它上面是有体毛的 你们拿到手应该是没有体毛的 为了方便运输储存 我们都会把它刷得干干净净 颜色很金黄 这些就是中期草头已经给断 然后这边被牛给吃了 然后现在这样就长得虫草就更多了 这边有个虫草 平时阿拉姆都在讲我们这边的收入高的一部分 其实我们村里的话也有一部分家庭收入是比较低的 就是一个月的收入可能达不到五万块钱 因为这是一年的收入 所以你觉得挖虫草赚钱吗 就应该是无法买的 还是比较低的 我解释了 我解释了 你自己的着急 这是你怎么办 我解释了 感谢观看